一 悲催的吕蒙一部三国演绎 可谓造就了众多冤魂 比如本来雅亮非常的周瑜 成了小肚鸡肠的典型 格局宏大的卢素 成了没用的瘦气包 当然最惨的是曹操 戏曲舞台上的头号大白脸 没事就被拉出来批判一通 不过 在众多三国冤魂中 有一位却显得很特殊 此人便是吕蒙 虽号称东吴四大都督之一 却没法跟周瑜 鲁肃和陆逊相提并论 且更好玩之处是 明明是吕蒙干掉了三国第一名将关羽 非但没因此享受到历史的掌声 鲜花或美女现问 反而迎来了铺天盖地的臭鸡蛋 被骂了上千年 哪怕明明三国制给了吕蒙国士质量的好评 也没法抵挡后世的口诛笔伐 如明朝大如理智 指着吕蒙鼻子吼 妖摩尔草木童修符以 蔡东翻显得很理性 说 关公之败 师之过刚 吕蒙虽胜 不能无罪 亲汉贼而仇汉义 蒙义核心 此后人之所以身及吕 而不能忘怀于卢子敬也 可话里话外却是一股字 如何 优雅很抽吕蒙的感觉 也就是说 先用卢素镇住吕蒙 再贴上关羽这道 镇妖符 这才一声大喊 弟兄们 吕蒙翻不了身了 上啊 一起抽他 那么吕蒙为何如此悲催 难道仅因他干掉了关羽吗 非也非也 其实人们怒骂吕蒙的背后 另藏深意 概括说来 似乎就是为了骂这三个人 而 给老大背锅皆知 东吴有四大都督 最牛逼的是周郎 一个赤壁之战 便奠定了三国格局 以至于赤壁之战后 草操给孙权写信 大言不惭地说 是我自己烧的战船 跟周瑜无关 前台词就是 孙老弟小心周瑜 刘备也这德行 与众心肠地告诫孙权 如今人们只知东吴有周郎 却不知道有妹夫你 前台词是 妹夫啊 小心周瑜 鲁肃堪称帝师 赤壁之战后 周瑜要进西川 玩双雄争锋 鲁肃却主导喂养刘备 三国鼎立 最终鲁肃的策略 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因此鲁肃是对孙权影响最大的人 且鲁肃格局很大 他的踏上队 跟诸葛亮的龙中队 国家的时胜失败论 经常被拿出来比较 鲁肃就更别提了 能在三国之中 以臣子身份 独享史官专比的就两人 一个是诸葛亮 另一个就是鲁肃 且一灵之战 号称三国三大战役之一 凭此战几乎可比肩周瑜了 再看吕蒙 有两件事最著名 其一是孙权劝学 在老大的关怀和培养下 吕蒙完成了个人蜕变 非常励志 第二件是秦沙关羽 可惜却拿不上台面 因为当时是无数联谋 而吕蒙却背后捅蒙有刀子 尤其还是在关羽 紧靠荆州偏师就威震华下 差点打爆曹魏的情况下 这种阴谋得逞如何能被欧哥和赞美 可实际上此事第一责任人 却不是吕蒙 而是孙权 司马懿建议联合东吴 供破关羽时就说过 关羽这么牛逼 孙权绝不会高兴 只要咱操作得到 他必会背后咬死关羽 所以 吕蒙是替孙权背了锅 毕竟孙权荡了孙大帝 哪敢公开指着鼻子骂 而骂吕蒙自然就成了最好的渠道 三 去比哀关羽 关羽之死虽有人说 是死于傲慢 还有人说 是死于大义等 但实则却不得不承认 关羽之死 属于三国时期的最大意外 因为你在牛逼的人一想不 属汉国旧爷弥方 竟然会投降 断了关羽后路 刘备一子刘锋 敢抗制 见死不救 拒绝发兵 也就是说 弥方和刘锋的行为 才是直接导致 关羽兵败被杀的主因 三国演义中 说刘关章桃源三结义 是同生死 三国志在 刘关章实则同习 寝则同他 反正好的如一个人 可如今刘备的亲戚 却导致了关羽被吕蒙杀掉 自然人们就要阴谋 这到底是咋回事了 且吕蒙偷袭关羽 早有征兆 在刘备的了西川后 孙权索要荆州不成 就派吕蒙夺走了荆州三郡 刘备大怒 亲自坐镇公安 要求关羽夺回来 恰此刻曹操出兵汉中 刘备不得已跟孙权谈判 划定各自地盘后 连忙回了成都 此事已经暴露出来了无数矛盾 也说明了孙权不讲武德 可刘备也好 诸葛亮也罢 却自始至终都忽略了此事 没见到有任何相关措施 这两点一加 就导致了 阴谋论盛行 比如刘备早看关羽不顺眼了 比如诸葛亮早想害死关羽等等 因此 吾不是骂吕蒙的同时 也抵流出弥方来骂 吕蒙和弥方 就这样被捆绑在一起了 究其原因 就是针对刘备和诸葛亮 其中最冤的是诸葛亮 因为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跟关羽 的确展现出来了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华容道 已经被普遍解读为 诸葛亮跟关羽 为蜀汉二把守 而展开的争斗 最终以诸葛亮暂时压住关羽而结束 但历史上的诸葛亮跟关羽 却是一个主政 一个主军 在刘备活着时 诸葛亮就没涉及到军权问题 两人如何能斗得起来 但这却并不妨碍 人们继续骂吕蒙 谁让吕蒙在这些三国大咖中 段位最低呢 既然不便公开骂孙权 也不能直接怀疑 刘备和诸葛亮有阴谋 就只能狠敲着吕蒙这面骨 为关羽名冤 再加上关羽一死 他也就得病死了 再次给了人们想象空间 于是被关羽追魂 就显得相当精彩和结恨了 再次给了人们想象空间